王林化神之后首次大战到底有多惨 没想到为了收服一只雷蛙竟然耗尽灵力 即便变成化神强者也没有任何卵用 若不是小伙子跑得够快 最后肯定会被荒兽蛟龙当场灭杀 王林顺利化神之后准备重新炼制劲番 因为之前那次战斗已经将劲番彻底消耗 此次前去仙界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 如果没有劲番护身 此次仙界之行恐怕凶多吉少 炼制劲番会迎来天结 倘若被人发现可就不妙 为了不让天结引起他人注意 王林决定前往古神境地炼制劲番 不曾想刚刚来到古神境地 做其大蚊虫就被域外战场的一条金色丝带所吸引 随后王林便把这条金色丝带抓过来喂养蚊虫 这东西竟然是大补之物 做其大蚊虫吃掉之后瞬间变成金色蚊虫 接着王林进入域外战场炼制劲番 果然和王林的预估一模一样 劲番小城的时候居然没有出现天结 既然如此那就再赌一把 索性一口气把劲番炼制忠诚 只要没有天结出现就可以放心大胆炼制 可惜王林只有化神初期修为 炼制忠诚劲番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王林决定在收服一只强大的灵兽 因为王林手中还有一枚混元驱兽权 这东西可以收服各种高阶灵兽 只是在收服灵兽的时候会消耗自身大量灵力 因此在使用的时候需要量力而行 接着王林开始寻找合适的灵兽 可万万没想到转了几圈也没有发现灵兽 很快王林发现一条蛟龙和一只大蝉蝠正在争斗 两只灵兽都是荒兽 硬核实力自然强大 可惜王林现在的实力根本没办法收服荒兽 王林就这样躲在暗处偷偷观察 很快王林又发现不对劲 这只大蝉蝠似乎不是荒兽 而是一只上品灵兽 几个回合打完之后 蛟龙渐渐开始占据上风 为了收服这只大蝉蝠 王林决定赌一把 趁着蛟龙发出大招攻击大蝉蝠的瞬间 王林的灵力就被大蝉蝠抽干 若不是王林跑得够快 最后肯定会死在蛟龙手上 王林逃出狱外战场之后放出大蝉蝠 没想到就连金色大蝉蝠看见他也感到害怕 随后王林使用混元驱兽圈束缚大蝉蝠 原来这东西竟然是传说中的雷蛙 难怪实力这么强悍 王林搞定雷蛙之后开始打坐疗伤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一年 在此期间王林还雕刻了最后一尊化神雕像 九尊雕像全部集齐 时间刚好也到仙界召唤之月 王林就这样祭出余底 和一群化神高手一起正式踏入仙界冒险之旅